歡迎收看頂尖銀家節目 我是李建民 我相信今天大家又聽到了新聞 說克里密發表獨立宣言 這個似乎已經意味著好像戰爭是一觸即發 所以今天的亞洲股市紛紛的重挫 台股還是非常非常的強勁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你看喔 南韓股市的話下跌超過1% 日經指數重挫2% 香港的指數現在下跌超過1% 那我們台股呢 小跌0.3% 而外資昨天也是小幅賣超台股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行情如果有大人在裡面 有大人 有大咖的在裡面 你不要去非常悲觀的來看待這樣的行情 而如何正確血股呢 是你獲利的關鍵 我相信很多的投資朋友 為什麼你在股票市場賺不到大錢 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的人 就像李老師呢 我之前沒有當投顧老師也是一樣 看指數來操作各 我講了很多次 你要把指數放兩旁 是各股物擺中央 因為你只要選對好的標的 所以禮拜一 你一樣有絕佳的進場時機 有一檔股票呢 我相信呢 我毫無保留啊 直接攤在陽光底下 你都不是我的會員 禮拜一告訴各位 禮拜二你有進場的時機 今天你還有第二次的買點 可是呢 重點呢 你沒有我的帶領 你只有眼睜睜看著它一路狂飆大漲 一路的什麼 飆到外太空去 無重力狀態 有一部電影叫《地心引力》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也得到這個奧斯卡金像獎 好幾項的大獎 你要知道那種無重狀態 無重力狀態 你要飄到哪都可以啊 我要告訴各位啊 我們操作股票啊 我請問各位一個問題啊 如果你是一個明星 你是演電影或者說呢 演電視劇啊 你想要當主角 還是要當配角 那奧斯卡金像獎呢 之前已經正式的落幕啊 幾家歡樂幾家愁啊 我請問各位啊 最佳男主角會有一個還是兩個 最佳女主角也是只有一個啊 最佳電影呢 也是只有一部啊 所以你要選擇的股票呢 一定是要最佳男主角啊 如果現在有這個金股獎啊 就是針對股票來頒發這個金股獎的話 我相信有一檔股票的話呢 當之無愧啊 因為三天呢 即將三根的掌釘板了 這一檔股票難道我沒有在節目中告訴各位嗎 好 待會呢 我有完整的一個圖卡跟抗訊 告訴各位 我是怎麼樣幫我的親愛的會員呢 能夠掌握關鍵的轉折 買點啊 股票市場每天都有關鍵的轉折點 重點是 你有沒有做對動作 大盤呢 跌 難道所有的股票都應該往下跌嗎 好 我們看看大盤 大家很關心大盤的部分啊 今天大盤的話呢 滿導播照鏡點 是跳空跌破這一條藍色的五日均線啊 那麼五日均線跌破之後的話呢 它當然會尋求第二個支撐喔 在多頭的行星的話呢 我們要找支撐 而不是看壓力喔 你要先有這種正確的觀念喔 在大多頭的行星裡面 拉回你要看支撐點 不要看壓力點 因為你看到的壓力點呢 都不是反壓 我再講一次喔 在多頭的格局裡面呢 你要看是看支撐 不是看壓力喔 那空投格局裡面的話呢 是什麼 是看反壓 而不是看支撐喔 你要先有這種正確的投資觀念嘛 如果你的觀念不對 我請問各位 你要怎麼樣賺到錢 好 五日均線跌破的話呢 它會尋求第二道的支撐 就是這一條綠色的十字均線喔 所以我認為呢 雖然今天呢 風聲鶴唳喔 你又聽到壞消息啊 可是如果大盤能夠守穩十字均線的話呢 今天是回檔量輸喔 所以回檔量輸那是好事喔 一旦呢 短線補量的話呢 聽清楚 還會再攻 我再講一次 你不要看到今天呢 亞洲的股市呢 跌得是鼻心臉腫 你又有這種悲觀的想法 如果今天能夠守穩十字均線 趕快記起來啦 我不喜歡四後馬後炮喔 我直接告訴你結論 這樣比較快 而且能夠幫助到各位喔 如果今天能夠守穩十字均線 短線補量 還會再攻 好 大盤已經解盤完畢了 已經解釋完畢了 好 看一下這個 今天的分時走勢圖喔 為什麼這個格局 李老師呢 還是很審慎樂觀 你看喔 在今天的低點喔 目前呢 因為現在是十一點零五分 還沒收盤啦 至少目前為止呢 我們看到九點五十分呢 是今天的一個低點 空方量呢 縮減到十六點六億喔 那我們看第一盤喔 這個空方量是五十三點六億 也就是說呢 今天出現最低點的時候呢 很明顯這個賣壓呢 已經做一個呢 減輕的動作 現在插的就是東風啊 插的就是點火的一個滿盤 那今天預估呢 大概八百多億的成家人的話呢 以手代工啊 所以操作股票就好像打仗一樣啊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啊 你要知道對股市有影響力的人呢 他在想什麼 股市的贏家 他在做什麼動作 很多的投資朋友呢 不想被貼標籤 不想被貼散戶賠錢宿命的標籤啊 那你就要去想 到底贏家的思維 贏家的看法是怎麼樣 一打好的股票呢 我是怎麼樣幫各位掌握的 好 禮拜一 我在盤中解盤的節目 當然我們不能講得太清楚嘛 如果我每天把當天的call訊秀給各位啊 這可能金管會會找我的麻煩啊 你也不能怪了李老師為什麼呢 沒有在節目中講得這麼明確 我有我的考量 我有我的考慮啊 重點是 禮拜一 它絕對是另一次的絕大進場點 為什麼 第一個 出現攻擊量 然後呢 突破下降反壓線 它就會掌頂板 你禮拜一看我的節目 禮拜二你只有 三分鐘的考慮時間 之前有個廣告是六分鐘護醫生啊 你看我的節目啊 如果真的是非常強勢的標果啊 你只有三分鐘的考慮時間 你錯過了黃金三分鐘 我可以告訴各位 按照我的操作的經驗 以及我看到太多太多的股市輸家他們的想法 絕對不敢追 你想想看嘛 它開盤只有三分鐘 出現一個低點之後 你一定在等嘛 咦 好像這個點喔 不太安全啊 你一等它就拉到掌頂板了 掌頂板打開的話呢 你會想掌勢結束了啦 爆大量啦 Game over 結果呢 兩天兩次掌頂板 而且改寫歷史新高 你一定要覺得老是漲太多了 親愛的同志妹 我拜託各位 你看了李建民李老師的節目呢 你一定要把漲太多這三個字呢 從你的記憶中把它抹除掉 你永遠不要想說股票會漲太多啊 你也不要說呢 股票跌太多 它就會反彈 股市不會同行弱者 強者很強 弱者很弱 我這八個字呢 已經講了N次了 你越不敢買的股票 它標的越兇啊 它為什麼會標 一定有你不知道的爆炸性的利多題材嘛 等到人盡皆知啊 張三 李氏 王二 馬子 都知道李老師這大量的到底是做什麼的 甚至呢 知道它有什麼利多題材 我可以告訴各位 漲勢絕對已經差不多了啦 你今天還沒有聽到大量的好消息 就是好消息啊 所以李老師判斷準則啊 跟大部分人又是不一樣啊 那你跟著我操作呢 禮拜二 恭賀大量歷所 第二次漲泥再創歷史新高 持股仍然暴牢 怎麼樣 一張都不用賣 或許你不認識李建民 李老師 或許你不曉得我操作的功力 或許你會有太多太多的疑問 可是既然你選擇了相信我 你看了我的節目 你就要相信專業 因為各行各業呢 頭角身容 你要跟就跟最top的嘛 我們的操作一定要當金字塔頂端的人嘛 你看郭台銘是不是只有一個 王雪洪也只有一個 華倫巴菲特呢 也只有一個啊 你要學就學到最優秀的人嘛 那我不敢講說我是最優秀的啦 我只知道我盡心盡力來幫我的會員 挑選到好的標的 在他剛剛發動的那個瞬間 我馬上做切入了動作 你這樣才不會浪費時間啦 投資朋友 你已經落後我全國會員落後多久的時間 你知道嗎 2月5號你看了我的節目 你到今天 你沒有賺超過兩成啊 那表示你的操作呢 應該做一個修正 應該做一個檢討 我並不是要批評各位 因為我們人生的話呢 習慣了聽了好聽的話嘛 那有時候呢 忠言逆耳是利於行啊 我真的是想盡辦法要幫助各位啊 我希望呢 能夠敲醒你 財富的那個警鐘 你能夠知道呢 到底你將來要去 怎麼樣去掌握這樣的行情 我相信啊 與其送給你魚吃啊 不如教你去怎麼釣魚啊 所以有時候呢 李老師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我真的希望要幫助各位啊 好 田田創歷史新高 今天的大量呢 現在下節31點 我們看一下大量 是不是大的人有大量 他有沒有呢 差一點第三根掌提牌 而且呢 你看這是他的月線喔 我的天啊 大量什麼時候掛牌的 102年 也就是去年的10月份掛牌啊 所以他的籌碼一定是相對集中嘛 因為董監事的持股呢 通常兩年之內呢 不能做賣出的動作 就算你是公司的員工的話呢 如果夠資深啊 他也會有這個所謂綁約的限制啊 所以大部分的股票呢 都綁在董監事 公司大股東 以及他們員工的手裡 我請問各位啊 你還認為大量長太多了嗎 好 大量呢 你看 當禮拜一43.65的時候呢 你覺得長太多了啊 老師有風險啊 老師我不想冒險啊 很危險耶 富貴險中求 你覺得43.65太高 今天來到49.2耶 四字頭快變成五字頭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在何方 好 再來呢 大量他的基本面 我已經告訴各位啊 我說你真的是有心人的話呢 你就應該趕快把這個李老師的資料拿回去 因為就好像吃了定心丸嘛 你要先知道他是做PCB設備的嘛 那他到底有什麼利多的題材 交代得很清楚喔 所以李老師任何的選股的話呢 都有我選股的邏輯 我不是靠運氣啊 股票市場靠運氣啊 那真的是挺而而走險啊 李老師也不打沒有把握的賬啊 再來 今天呢也有出現利多的消息啊 並不是出現利多你就一定要賣 而是說利多呢 在高檔出現 高檔又爆大量 尤其是呢 留下長的上影線的話呢 你至少要先賣一半再說 今天智慧型手機的個股呢 表現非常的強勢啊 尤其是呢 你看喔 2402的一家盤中呢 又再度掌停板 甚至2439的美率呢 盤中表現也不錯 然後呢 6153的加聯益 他已經告訴各位了 智慧型手機呢 或許他有所謂 穿戴裝置的這個利多題材啊 所以不是說呢 大家在報章雜誌裡面看到 說這個中階的智慧型手機啊 好像現在呢要升為市場的主流 並不只是這樣而已 你看喔 你看最近呢 新款的智慧型手機呢 陸續的發表 尤其是宏達店啊 開始嗆聲啊 他說呢 你去買神送的手機的話呢 你會後悔 我還不知道我會不會後悔啊 重點是呢 我知道呢 一家公司呢 有新產品推出啊 絕對是好事 再來呢 穿戴裝置 一家成功幾升呢 是兩大區塊 然後呢 一家呢 他說呢 集團的合併營收呢 有機會挑戰第一季的合併營收的 同期歷史新高 今天你剛才看到了 盤中差點漲0板 盤中亮點漲0板 然後呢 是不是智慧型高 如果在2月25號呢 你按照李老師的操作哲學 出現攻擊量 突破下降反壓線 你站在買方的話呢 再來呢 你看這一條是三日均線喔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三日均線呢 是第二次的買點 2月27 3月7號 甚至禮拜一 難道不是你絕佳的進場時機嗎 可是漲的時候不敢追跌的時候 那你也不敢買 你只有眼睜睜看著它一路創新高 你不覺得人生這樣太可惜嗎 太沒菜了嗎 老師一檔七檔股票告訴各位耶 老師你昨天沒有講一家 我自然有我的一個考量的因素喔 所以聽仔細 我們的頂尖贏家是屢戰屢勝喔 而你手中的持股有賺錢嗎 還是說呢你抱的是那持續破底 三六七三的FTPK 連會計師都看好的FTPK 今天暗置類垂持續的破底 你要相信誰 今天我幫你瞧一瞧喔 所以呢我們之前是啟蒙班喔 昨天呢正式啟動進階班 今天給大家一個機會喔 手中的持股呢 那如果你不曉得呢到底該留還是該賣 今天李老師呢特地要幫助各位 也不用客氣啦 反正呢李老師當頭骨老師就是要幫助各位 持股診斷幫你太弱流強 請你好好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先休息會 待會呢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美食爆走足 火鍋上周了喔 別忘了愛知味芬解茶 降火氣解油膩 火鍋的老朋友 愛知味芬解茶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02-2579-1155 02-2579-1155 有些年代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年代 經濟自由是一個國家進步的關鍵 我們創造了無數奇蹟 我們引以為傲 當世界腳步不斷向前 面對區域經濟威脅 我們正面臨關鍵時刻 一起做對的事 自由經濟示範區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02-2579-1155 02-2579-1155 征服時間讓我熱血沸騰 在21世紀 我用跑百米的速度為客戶服務 我很仔細也很勤快 把房屋資料數位化送上雲端 讓客戶輕鬆就能挑選 線上就能看屋 這個標誌讓人充滿動力更有效率 選擇科技化的團隊 讓你更快成交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02-2579-1155 02-2579-1155 好累喔 那就去貴族世家 幸福就在這一刻 貴族世家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02-2579-1155 02-2579-1155 在科建學美語 就像在美國一樣自然流利 我們都在科建美語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繼續回到節目的現場 或許從2月5號呢 你一直鎖定李建銘李老師的節目 你會發覺李老師呢 只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就是權力做多 那有部分的投資朋友呢 你會去想 李老師你是不是死多頭啊 你只會做多 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你有這個疑惑呢 表示呢 你對我李建銘呢 還不是那麼清楚 我是尊重趨勢啊 趨勢在哪裡 我就會怎麼操作 如果這個行情會有多翻空 我可以告訴各位 只要我在螢光幕前一天 我一定會領先告訴各位 我一定會第一個告訴各位 你一定要小心 你一定要保守 可是到目前為止呢 我還沒有看到 幕後的那隻黑手 他想要讓大盤快速的拉回 你說為什麼這樣 很簡單嘛 因為如果他的資金已經投入很多了 你認為幕後的主力他跑得掉嗎 所以我這邊也要告訴各位 如果你看到哪一天大盤的成交量 趕快做筆記啊 如果你看到哪一天大盤的成交量 突破1500億到1600億以上 你愛死你喔 那表示主力呢 利用拉高震盪出貨 那那個時候的話呢 你反而要比較保守 可是到目前為止呢 你看今天大盤成交量 800多億啊 所以我昨天已經告訴各位 你不要隨便追高搶進 因為昨天的成交量呢 不到900億 我相信我昨天節目中 已經告訴各位了 所以你看我的節目喔 你覺得能夠掌握未來的行情啊 只是你願不願意相信 你願不願意相信 在投稿業裡面 有人竟然能夠 暫停前點 幫你預測未來的行情啊 金管會也規定了 我們不能針對指數做預測啊 重點是呢 我一定會告訴各位方向嘛 如果這個趨勢 就是它會反轉向下 你認為外資它昨天呢 只會小幅賣到台股嗎 那如果這個行情呢 會持續往下崩跌 為什麼今天大盤 才下跌0.3% 你看一下全球股災 是不是 是不是亞洲股災 日經指數下跌超過2% 你剛剛已經看過嘛 南韓呢 恆生呢 都下跌超過1%啊 台股為什麼賭搶 很簡單 因為大咖的呢 已經投入很多資金了 那既然大咖 他都來不及跑 何懼之友啊 反過來講的話呢 你要去想 那到底我要怎麼去選股嘛 老師你說每天都可以做多 我要怎麼去選股呢 那就是學問了 好 2月5號呢 你看了我的節目 恭喜你 你是全世界呢 最有福氣的人 為什麼 第一個我告訴你大盤的方向 你還是要積極樂觀 你要把握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 2月5號是不是片地市黃金 回首來實路喔 2月5號我知道大家都很恐怖 大家都很擔心 大家都會很害怕 那如果我們頭股老師跟大部分的股市輸家想法一樣 我要怎麼樣號令千軍萬馬 我要怎麼會讓我的貨員呢 在低檔轉折能夠勇敢的做多 股票不用天天做 只要關鍵轉折點呢 你能夠做對動作 那真的是富可低谷喔 不要去想東想西 一下看呢 覺得中概股很強去追 一下看到升級股不錯呢 也想買 你只要選對好的標的來回區間操作 你自然能夠掌握每一波段的行情啊 有一檔股票呢 李老師呢在去年7月份 我們第一次切入的時候呢 他的股價只有20幾塊 漲了一倍了 你覺得漲太多 結果呢 禮拜二 我們做什麼動作 如假包換的折訊 早上9點14分 家媽買進橋底 什麼價位呢 我們盤中節目喔 不方便透露 好 你是我親愛的會員 當你說到這種折訊的時候 我們不是買在最低點 我們沒有買在最低點 李老師是講誠信的老師啊 我跟別的老師不一樣的地方是 第一個我持股其中 第二個我有一分證據 說一分話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按照 切實按照李老師的盤中折訊 李老師不是神 我也難免會看錯 可是我認為 如果三檔股票 我能夠兩檔股票大賺 一檔股票小賠 你到最後結算 是不是股市的贏價 很簡單的道理嘛 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只買一檔也可以啊 可是一檔的話 你看錯要趕快換啊 老師我可不可以買兩檔也可以 可是呢 一檔賺一檔賠打平 所以其實我們三檔的操作呢 是由我的一個根據啊 這個很簡單的邏輯觀念嘛 你一定要什麼 兩檔大賺一檔小賠的話呢 你當然呢 存摺的數字是與日俱增嘛 好 通通買到之後 你只緊張10分鐘不到 然後呢 哎呦 老師讚 老師你的Facebook是什麼 我幫你按讚 不用幫我按讚 你也不用幫我鼓掌 你賺到錢 我才覺得呢 我沒有枉費喔 我成為頭顧分析師 我的一個重責大任啊 可是你看了我的節目 你才知道 哎呦 原來李老師啊 你昨天又再度買進你的鴨香寶 你的代表作 3057的喬頂 可是呢 你就是差那麼一天 好 今天的話呢 喬頂 它沒有大賞 可是重點 今天的低點呢 它有沒有可能呢 來到昨天的低點 所以就是那個timing啊 盤中的極致 coaching對你重不重要 我是不曉得 如果這個波段你沒有賺到錢呢 你就要想辦法嘛 改變嘛 你不改變的話呢 永遠都是維持現狀啊 好 加碼買進 尾盤就是大拉特啦 你看我們的操作 是不是買在大家不敢買的點 加碼在你認為呢 不會創新高的點 賣在你認為呢 還會繼續飆漲的點 然後呢 拉回呢 再繼續的站在買方 2月19、2月17、3月11號 所以呢 這樣的操作呢 你認為呢 如果李建民李老師呢 是靠運氣啊 就是李安大導演 他的一個很不錯的電影 得到四項奧斯卡金士獎 金士獎獎的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啊 真的 不曉得要漂到哪個荒島 可是如果是憑實力 有憑有據 做多的理由很充分 八成以上的把握呢 我們再出手 你自然能夠凱旋歸國啊 你要到美國 你要到英國 你要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你都能夠很輕鬆很愉快 因為呢 你有做好準備嘛 比如說你買機票 你要到美國 當然是買到美國的機票嘛 你不會說買到英國 或者非洲的機票 你那個目標要很明確嘛 目標要明確之後的話呢 你就要拿出你的行動力啊 好 當你看到呢 我們的大量兩天兩支掌頂板 恭賀的call訓之後 今天持續的飆高 天天創歷史新高 老師到底會長到幾塊 不要預設立場 所以頂尖贏家屢戰屢勝啊 我們第一階段呢 启蒙班 順利達正 昨天正式啟動進階班 如果你手中的持股沒有賺錢 今天呢 我幫你瞧一瞧 今天免費持股診斷 幫你害弱流強 你的一通電話的話呢 還可以改變你一生的名字 電話撥通 自然產行通 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材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預防狂犬病 請不要接觸 獵捕或飼養野生動物 如果被動物咬傷或抓傷 請務必記住動物的特徵 並立刻用清水沖洗 消毒傷口趕快救醫 愛牠就要帶牠去打疫苗 更不要拋棄牠喔 預防狂犬病 多點警覺 多點安心 相關疑問 請播1922防疫專線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選擇 經濟強勁 以及 任務的排氣 還可以 加強勁 重進 証正實施中 太陽預期 太陽光電職團 震撼上市 創新的營業電器 您收入可高達約500萬 台電購建合約20加50 總收入上看1元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